你的言語 在我上台 何等今晚 在我口中 秘密更淺 我們今日所讀的經文 連同下一章的經文連續兩章 都是告訴我們祭司在神面前如何成為聖結 其實在前面第六、第七章 告訴我們祭司要如何獻祭 第八、第九章告訴我們 祭司如何承受了成績 但在這裡祭司生命裡 神有很多要求 正正提醒我們今日事奉的人 需要在神面前注意些什麼 在我們讀聖經二先 我們同生低頭祈禱 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呼召我們 不只是呼召我們進入天國 你呼召我們要成為聖結 所以我們面對一個這麼奇妙的召美 我們生命裡真的覺得敬畏 但我們求你加我們有力 以至於我們的生命 在你的手裡面 真的成為了聖結 因為你說只有聖結的人 才能夠合乎主欲 主要我們願意我們的生命有價值 所以祝祝主呼召我們 結席我們 結席我們 又使用我們 我們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們 聖結席我們 聖結席我們 常說祭司不可為自己 百姓中的死人 顛烏自己 除非是他的骨肉之親 他的父母 兒女 兄弟 或未出嫁 還是處女的姊妹 因他是自親 才可以颠污自己 祭司既然在自己百姓中为首 就不可重逐颠污自己 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剃除胡桑的边缘 也不可割划自己的身体 他们要归上帝为圣 不可洩读他们上帝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伙祭 就是上帝的食物 是他们献的 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祭司不可娶妓女 或被颠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娶被丘的妇人为妻 因为她是归上帝为圣的 你要使祭司分别为圣 因为她献你上帝的食物 你要以她为圣 因为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是神圣的 祭司的女儿若行淫颠污自己 就侮辱了父亲 要用火将她焚烧 在地庭中作大祭司的 头上堵了膏油 承接圣迹 穿了圣衣 不可蓬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挨紧任何死尸 即使为了父母 也不可颠污自己 她不可出圣所 免得洩读了上帝的圣所 因为在她身上有上帝的高油为圣免 我是耶和华 她要娶妇女为妻 大祭司不可娶寡妇 被丢的妇人 或被丁污的妓女为妻 她只可以娶自己 优优独的妻女为妻 她不可再自优优独的妻女 因为我是使她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是神对祭司的要求 在前面的经文我们提过 神要求祭司在献祭的事情上 应该如何做 有什么份归她的 也读过 祭司如何被高纳成为祭司的职份 但在这张经文里面 神就对祭司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个提醒 祂说我是耶和华上帝 我是那个叫祢成圣的耶和华 所以侍奉的人不可以 因为不同的事物去丁污自己 所谓丁污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本来是洁净的 因为接触了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 他们由洁净的状态 成为不洁净的状态 而不洁净的人就不可以去服侍主 所以这段经文就有以下不同的提醒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会成为了不洁净 圣经里面描述 有很多会令祭司成为不洁净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就是死了的尸体 所以一个祭司 他不可以接触死的尸体 除非是至亲的亲人 直系的亲属离开世界 这是第一件事 另外这个祭司不可以因为那些异教的风俗 那种不同的模式 他遮掩了的时候 使他成为不洁净 然后圣经也提醒他 在婚姻的事情上面 他不可以被沾污 特别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可以娶那些不合适的人 在婚姻上面要保持那种成结 最后圣经特别要提醒 当那个祭司穿着袍 即是说他在担任他那个成绩的时候 生命里面就更加严格 甚至连他最亲的亲人离开世界 他都不可以触摸他 因为他已经分别为圣 他不可以离开那个圣所 这一切是想表达 神对祭司生命里面有一个绝对的要求 让他们远离一切 使他们生命不能成为圣结的事物 我们从经文里面清楚地看到 神对祭司的要求 比一般以色列人更加要求容易用格 经文里面提醒我们 因为祭司是一个宗教里面的领袖 所以神对要求是比较多一些 特别第四节他说 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为首 为首这个字 即是希伯雷文里面的巴力 其实很多时候翻译做丈夫 这节经文可以理解就是 这个人是做一个人的丈夫 所以他不可以因为妻子而煎饶自己 不过其实总体的意思是清楚的 就是祭司有更高的要求 因为他是人民当中宗教的领袖 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领袖 时时要叫人在宗教上 去听从上帝的说话 进行上帝的意思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神对他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 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 会提醒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你的生命成长 你不如去做一些帮助人的人 因为这样的时候 你自然会对自己的生命 有更高的要求 因为你正在教导人 帮助人在神的面前成长 你自己也能够不成长 而且我们也很相信 神对那些侍奉的人 有更高的要求 有更高的标准 因为圣经说 多给哪一个就向谁多要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 神对祭司有很高的要求 特别要求他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亲人的缘故 而被颠污不能视同主 那些亲人当然是包括他们的直系亲属 有时候我想基督徒有时候 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意思 或者没有听上帝的说话 其实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亲人的缘故 有时候你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对你生命有要求 同时神又对你有要求的时候 很多人会选择去让自己身边的亲人喜悦 宁愿去得罪上帝 所以《新药圣经》这样说 如果你不爱神多过你的父母 妻子而泪就不配尽神的国 我不是说我宁应该对我们的亲人好 但是亲人不能够高于主 而且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意思 圣经的意思都是要照顾家里面的人 外护周围身边你的亲人 所以其实两者并没有违背 不过圣经只是说 如果你的亲人叫你无办法 进行上帝的意思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你亲人的缘故 没有听上帝的说话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你要使祭司分别为圣 因为祂献你上帝的食物 你要以祂为圣 因为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是神圣的 尼未记二十一章八节